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2024年取得中国民航的试航证 AS100这款民用的涡轴发动机的研发成功 确实是我们国家在直升机动力装置方面 所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果和进步 现在世界各国所开发的先进直升机 一般都采用涡轴发动机 只有那些轻小型的直升机才会使用活塞发动机 涡轴发动机的研发难度是相当大的 目前世界上具备研制此类动力装置的国家呢 趋之可数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英国也具备相应的能力 那么其他的国家顶多是可以仿制 而要想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涡轴发动机 那个难度就相当大了 它的开发难度并不亚于先进战斗机的动力装置 那么我们过去在直升机的动力系统方面 可以说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们的很多发动机都是引进国外的技术 然后生产 那么这些技术呢 基本上都是几十年前的技术 要想自己开发具有先进水平的航空动力装置呢 难度是相当大的 这里面牵扯到材料 设计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部件的开发 无论哪一方面你有缺陷 都很难研制出能够和国外先进水平箱 比较的动力系统 那么AS100可以说在这方面呢 起了一个好头 我们中国人终于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开发出一款能够用于民用直升机的动力装置了 那么军用直升机肯定也需要国产的动力装备 但是军用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和民用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 它在很多方面要求是不一样的 民用的发动机特别强调适航性 寿命呢 还得长 当然经济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可以这么讲吗 它的技术和相应的指标要求都相当高 不是什么国家都能开发的 那么AGS100这款涡轴发动机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相比 可以说基本上旗鼓相当 我们追凭了目前的先进水平 那么AGS100这款民用的涡轴发动机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 它的研制周期有多长 目前没有相关的报道 但我个人的分析判断 因为它是1000千瓦级的动力系统 那么会不会从军用的涡轴发动机改型而成的呢 我想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很多发动机啊 都会面临着军转民或者是民转军的这种形式 很多动力装置是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都能共用的 这一点在波音公司的很多客机上的动力系统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你像波音707早期用的涡轴发动机 就是从军用飞机改进过来的 美国的B-52远程弹力轰炸机 它的动力系统 其实呢是从民用发动机改型而成的 甚至呢 很多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的核心机都是一个 那么AES 我个人分析 有可能是我们5直10 军用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涡轴9改型而成的 那么涡轴9它的最大功率大概就是1000千瓦机 AES-100这款涡轴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也是1000千瓦 起码呢 这两种发动机这个有沟通性 或者在设计上研发上相互参考 如果是情况属实 那么AES-100 就是军转民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国产动力系统能够诞生 而且呢 能够在军用和民用方面共同发力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